在中医看来 寒气往往能够入侵人体 从而导致疾病的产生 那么寒究竟是怎样危害健康的呢 敬请关注 宅双庆解读皇帝内经 第二部第九集 冰封人体的寒 寒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 究竟有怎样的特点呢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 就是凝质 一旦被寒入侵体内 又会产生哪些疾病呢 导致人体怎么样呢 胸部斜部不紧张满 而且它也感觉到特别的憋闷 在中医看来 由寒引起的臂症被称为寒臂 那么这种臂症又有什么特点呢 以藤为主的 这个叫做什么呀 叫做痛臂 主要是什么呀 寒血为主的 也称作寒臂 对于寒所带来的疾病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呢 所以内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质责 叫做寒者温知 在皇帝内经看来 我们许许多多的疾病 都与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那么寒入侵人体 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征呢 寒又是怎样冰封了我们的人体呢 对于寒的侵袭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 翟双庆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 为您精彩解读《皇帝内经》第二部第九集 冰封人体的寒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前几集当中呢 我们讲了风的特点 包括对风怎么去预测 预测风了 那我们怎么去预防 我们怎么去养生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再谈谈寒 一谈到寒呢 先说一件事啊 就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苏联和德国 苏德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 规模应该说是最大的 而且战争呢 人员伤亡也最多 非常的惨烈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 尤其是在1941年9月底 德国开始对苏联莫斯科 发动进攻 在这之前呢 应该说是德国 在战斗当中呢 取得节节胜利 那么在1941年的9月以后呢 他对苏联莫斯科发动新的进攻 但是呢 因为各种原因 可以说是多种原因吧 这个战斗呢 一直持续到冬天 冬天一来临 大家可以想到 苏联的莫斯科的冬天 是一个什么样的 结果呢 造成了许多德国士兵 手啊脚啊 包括耳朵啊 都成什么了 都动成冻窗了 然后他的这些 坦克呀 汽车呀 怎么样呢 有的发动 也发动不好了 你想想啊 士兵手动成冻窗以后 这个开枪射击 这个手扳扳机 都不太灵活了 有数据统计啊 说是非战斗减员 比战争的这个战斗减员 还要多 这样结果造成了德国攻打莫斯科的失败 那么从这件事当中 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到 我刚才所说的 天寒地冻 这个寒冷 这个因素 它有什么特点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呀 就是凝制 所谓凝制的是什么呀 这个凝啊 实际上就是指 我们原来有气体的东西 物状的东西 使它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液体的东西 比如像我们这个物气 怎么样呢 可能就变成了水了 另外呢 像一些液状的东西 比如这个水 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固体的东西 固碳的东西 变成了冰 这就是它的所谓的凝 那么所谓制呢 制就是什么呀 制就是流动不差了嘛 停制了 不通了 那么在内经当中 把这个现象称作什么呢 我们叫做洋化器 阴成形 寒呀 它是属于什么呀 属于阴的 所以它一大特点是什么呀 是可以成形 这个形怎么形成的 也就是通过凝制 所造成的 大家可能有人有经历 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说在冬天呀 在一个比较暖和的屋里呀 大家来开会 人比较多 刚开始啊 这个玻璃呀 是比较清凉的 由于人一多 一有哈气 造成于什么呀 玻璃就成朦胧的 这么一种状态 再过一小会儿 可能那个玻璃 一个朦胧的状态 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水流了 变成了水滴了 就往下滴了 这些人散去以后 隔一夜 你再看这个玻璃 可能就冻上什么了 冻上冰了 玻璃窗的底下 可能就挂上什么了 挂上那种冰灵了 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 阴成形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你再看看 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河流 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说夏天啊 流得挺好的 结果冬天一来临 尤其是我们北方的 中国的北方 那是天气比较寒冷的 这个河流表面上 就冻上什么呢 冻上冰了 天气越冷 怎么样呢 这个冰层可能越厚 小孩就可以上这个河上 怎么样呢 去滑冰车呀 玩滑冰啊 打冰球啊等等 越冷这个冰层越厚 越厚底下的水就怎么样呢 就越少了 也就是说 河水流动的 通过的这个量 就越少了 所以这也是所谓的 凝和质 结合在了一起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再回头看看 德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那么很多德军 由于他没有想到啊 说的这个战斗 可能要持续到 莫斯科的沿东 以为啊 在入冬之前 这个战役就能够结束了 结果他也就没有 备一些什么呀 冬天越冬过的这些装备 就差了 再加上这些德军呀 确实没有经过 莫斯科的这个冬天 他不知道这个冬天 到底有多寒冷 结果很多人就得了什么呢 就得了这个冻创 其实冻创这个事啊 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 我小的时候 由于生活条件也是比较差 所以小时候也得过一些冻创 刚开始呢 可能是手怎么样呢 皮肤就开裂了 随着以后呢 可能怎么样 手就肿起来了 又红又肿 还特别痒 尤其在一点什么呢 热的时候 而用热水洗一洗 天气一暖和一点 它就更痒了 再以后呢 可能这个肿的地儿 可能就要破溃 可能就要烂了 可能就流水 这个时候呢 疼得又特别厉害了 那么这种情况 实际上呢 在内经当中 也给予了论述 内经是怎么说的呢 内经是怎么说的 说的呀 寒邪可于经络之中 则血气 血气则不通 不通则为气归之 不得复返 故臃肿 寒气化为热 热胜 则腐肉 这里呢 关于这个血气 有人认为 这个气字呀 在这里 尤其是学界啊 认为这个气呀 在这里应该通色 则血色 也就是说血怎么样呢 由于受寒的这种影响 哎 就不是那么流畅了 也有人认为呢 这个气呢 是通户 三点水加一户 是必塞的意思 也就是说 由于寒气 刻于经络 刻于我们的血脉 导致气血流行不畅 有点组织 而且有点凝固 闭塞 这样呢 由于寒血侵犯了 我们知道了 我们人体呀 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吗 它是一个阴阳之间 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么现在寒血偏胜了 胃气 我们的阳气 就要过去怎么样呢 去支持它 去驱除这寒血 也就是说 胃气则归之 也就是胃气 就会去倒打 跟阴邪作战嘛 不得复反 这是说明什么呀 这是说明 胃气呀 是羊 它过去呀 是跟阴邪作战 打得过阴邪没有 没有打过阴邪 这样呢 这些卫兵 回得来吗 也就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就继续往那去判 那些胃气 回不来 回不来就聚集在 血 凝滞的这些地方 所以叫做不得复反 你想啊 胃气属于阳 人体的阳性嘛 越聚越多 越聚越多 所以产生什么呀 产生了臃肿 也就是我们这块地儿啊 就肿起来了 那么肿到一定程度 寒气化为热 也就是胃气越来越多 阳越来越胜 于是乎热胜 则腐肉 这样那块地儿 就怎么样呢 就有点烂了 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臃肿 那你想想啊 德国的士兵 手都动疯了 你别说 说扣板机 包括我们吃饭 拿筷子 你可能都拿不住了 那你说 它能够不失败吗 这也是它一个失败的 一个主要原因 你看啊 这个洞窗变臃肿 换句话说 包括我们身上所夺的 这种臃肿窗截 实际上很多时候 原因 根都是谁啊 都是寒血 因为寒柱凝脂嘛 都是寒血 但最后的结果 都是淤酒怎么样 化热了 所以在临床上治疗 有的人呢 一看这块地儿啊 怎么样呢 又红又肿 又有点烂了 赶紧认为这是热 赶紧用清热解毒的方法 去治疗 可是有的时候啊 用清热解毒的方法 能解决吗 可能解决不了 因为它的根是 由于寒导致了凝脂 这个时候的主要激励 是什么呀 是血液凝脂不通 因此治疗这类的疾病 你除了要用什么呀 清热的药物之外 还一定要注意 你应该用点活血之品 而这活血之品 很多的时候 都是有点温性的 你包括我们中医的明方 说先方活命炎 那里他用点什么呀 说当归尾 用点什么乳香啊 墨药啊 这一类的药 很多都是新温制品 只有它是温的 它才能够把这个血 活起来 让这个血不再凝脂 寒作为许多疾病的有因 时常侵袭着我们的人体 而它凝脂的特点 也往往是人体 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那么哪些疾病 是由于寒凝脂的特点 所导致的 对于这种疾病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现在来换一话 在内经当中啊 它又提到 我刚才说啊 寒属于什么 阴 它讲什么呢 用一个云语天地 天地的云语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雨啊 水啊 地面的水 河流海洋 受到蒸发以后 可以向上 向上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云 云雾状的嘛 云呢 受阴寒的性质的作用呢 又可以变成雨 所以我们那个大自然呀 就是个云语上升下降 这么一个过程 古人对这个认识很清楚 他用什么理论去解释呢 他仍然用氧化器 阴成型来去解释 实际上我们人体啊 自身也是一个云语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当这个过程被打乱的时候 发生异常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病相 所以黄帝内经也提出了这么一个情况 他叫做什么呢 叫做寒气升灼 热气升清 灼气在上 则升 称杖 这是什么意思呀 说这个寒偏盛了呀 可能会发生什么呀 那些灼气 灼气还能上升吗 就上升不了了 那么灼气在上边的时候 不能够被怎么样 被化了 不能被化了 可能就停滞在上边 使得我们身心那个胸啊 斜呀 就会胀满 这个胀满叫做什么呀 叫做这种称杖 这称杖就是指我们胸 胸部 斜部 这种胀满 实际上我们讲啊 水是在我们人体的下 下边 水润下吗 它是在下 受人体阳气的作用呢 上升 成为什么呀 成为一些雾气 滋养了经验嘛 滋养了我们人体的上部 那么我们人体的经验呀 这些水师啊 又可以在阳和阴的共同作用下 变成什么呢 变成小便 大便 或者是什么呀 或者是这种 汗 发出去 这是一个云语的过程 但是由于阴寒的作用 这个在上边的这些云语呀 这些雾气呀 变不成这种什么呢 小便 大便或汗液 它可能就怎么样呢 它可能就存留在我们人体的胸部啊 邪步啊 你想想啊 就像我们一出门 一看这个阴天 天呢 是阴沉沉的 所以人就感觉到特别压抑 其实这是同样 那么这些雾气 水气 水势 它在人体的胸部 邪步 导致人体怎么样呢 胸部邪步不仅胀满 而且它也感觉到特别的憋闷 所以有的病人来了 就跟我们说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我胸啊 特别闷 觉得呀 特别胀 喘气啊 都不是特别的利索 所以有的人经常喜欢什么呢 是长叹息 这长叹息啊 现在来讲 就是什么呀 氧气不够了 所以要进行深呼吸 这是一个胸憋闷的这种表现 那么这些水势之气 不仅是 侵犯了我们心脏 可以产生了这样的症状 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肺脏 所以有些病人 告诉你这样的情况 说呀 我痰特别多 特别爱卡痰 那么对于这些症状 我们怎么去治呢 我们还是要用 去湿 去寒的药品 伤寒论 也就是张忠景 喜欢用什么呀 用点干姜 用点吸血 用点半下 用点什么呀 五位子 去湿 化痰 实际上 它的主要原因 还是什么呀 还是由于寒血 所导致的 在门诊上啊 我们还遇到过 这样一个病人 我刚才一直提这个啊 为什么提云语 这个问题呢 刚才我说的 这是浊气在上 不能降下来 成多什么呀 可以发生一些 沉胀的这些表现 那么浊气在下 水湿怎么样呢 上不去 照样可以产生一些病症 我都见过这样一个病人 什么症状呢 腰腿 发沉 沉得特别厉害 而且呢 他觉得就是什么呀 说呀 我这后背呀 一直就像扛了一个麻袋一样 也是酸沉 无力 你再一了解 说这个病人 病是怎么得的呢 他说呀 几周前呀 到田地里去干农活 结果遇着大雨了 大雨交了一个透湿啊 从此以后 落下这么一个毛病 这个毛病就是什么呀 腰下部 也就是从腰以下的 这个部分 特别沉 而且特别的冷 就像坐在一个什么里呢 就像坐在一个冷水缸里似的 用火烤 穿棉裤 都没有多大用 在金贵药略当中 金贵药略也是一本中医的经典呀 这也是张忠景所著的 实际上呢 一般人认为是这样啊 伤寒杂病论 里面包含有伤寒论和金贵药略 那么金贵当中 就把这个病称作是什么呀 称作叫肾浊 为什么叫肾浊呢 是因为腰这个地儿 内经说呀 腰为肾之福 现在是腰沉 腰冷 所以古人认为 这寒失之血呀 侵犯到了腰 那么腰为肾之福 所以称作什么呀 是肾 这又出问题了 所以叫做肾浊 浊嘛 就是腹浊在上嘛 含血怎么样 湿血呀 腹浊在上 所以金贵药略专门有一个汤 名字就叫肾浊汤 它具有一个什么作用啊 具有一个温化含湿 去含除湿的这么一个作用 就可以去除寒湿 把这种寒凝 寒质 这些情况 就能够给予解决 这个呢 就是浊气在下 水湿不能够上达 不能变化成精液 导致的一些症状 给予的一些治疗 在中医看来 寒的入侵 往往会令病人的一些身体部位 产生剧烈的疼痛 严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 那么这种疼痛 中医是如何看待的呢 对于这一类的病症 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有人说呢 中医这个B症呢 包含有我们现在的 什么风湿病 风湿性的关节炎 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什么痛风啊 骨性关节炎呀 等等这一类的 实际上在内经当中 专门有一篇 来论述这个B 它就叫素问B论 专门有这么一篇 说有一天呀 这个皇帝就问齐伯了 说B是怎么产生的呀 齐伯就告诉皇帝了 说B呀 是什么呀 是风寒诗三气 杂质 合而为B 也就是说 有风 有寒 有诗 杂合在一起 侵犯人体 导致了B症 其中啊 这个B呀 主要是什么呀 主要偏一点疼痛嘛 是不是 说是 如果有游走性疼的 这叫做什么呀 叫做行壁 也叫做风壁 以谁为主 以风邪为主 有点皮肤有点什么 麻木不仁的 这就叫做什么呀 叫做着壁 也称作湿壁 这是以湿邪为主的 那么还有一种壁是什么呀 以疼为主的 这个叫做什么呀 叫做痛壁 主要是什么呀 寒邪为主的 也称作寒壁 我说到这儿 恐怕你也就得理解了 这个B症当中 如果以藤作为主要矛盾的 可能就是什么呀 这是以寒为主的了 所以也叫做寒壁 换句话说 寒可以使气血怎么样呢 凝制不通 导致了疼痛 那么说到这个痛壁 寒壁 我也想到了 我们中国医学史 中国医学史啊 当中啊 谈到这个酒法的起源 这个酒大家都知道了 我说这个酒是艾灸啊 就是艾叶 卷成卷 怎么样呢 一点用它呢 可以温馨人体 这个酒 说它的起源是怎么回事呢 按中国医学史上讲啊 说我们那个老祖宗啊 原始之人 都住在什么地儿啊 住在山洞里边 你包括我们北京周厚殿 像我们山顶洞 哎 这些地方都是血运 你看它那遗址啊 全是洞穴 人呢都在这里的山洞里生活 山洞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去过 你看看那个里头 阴暗 潮湿 又寒冷 那么在那个地方里生活 长时间在里生活 你觉得这人能好受吗 人就不太好受 当人发明了这种火以后 这些人就想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烤好火 它的一些症状 就能好一些 人就能好受一些 于是乎 酒法也就产生了 所以你看这个酒字 酒按说文来讲 是酒者 酌也 就是烧吗 有点 烧酌吗 所以你看它 从酒 从火 也就是说 什么叫酒啊 那是比较长的时间 用火烤 这个就称作酒 所以我们讲 酒法是起源于什么呀 起源于寒冷之地 人需求而产生的 所以在《黄帝内经》啊 也有专门一篇 叫做什么呢 一法方一论 这里边也在谈 各种治疗方法的起源 其中讲到酒 它是这么说的 北方者 天地所必藏之一也 其地高邻居 风寒冰裂 其民乐也 出而辱食 脏寒生满病 其至亦酒落 酒落者 亦从北方来也 也就是说 古人也认为 这个酒啊 产生于哪啊 产生于寒冷的北方 因为它对这个寒 它是有对着作用的 这个热可以去除谁啊 去除寒 所以有寒病的人 它有这么一个特征 是洗暖 你包括我们说 说这个肚子疼 你看肚子疼的时候 都愿意什么呀 去捂着 摁着 因为一捂 一摁 中医甲 氧气就可以去怎么样 去寄居 温度就可以提高一点 这样对于缓解 含血侵犯 就会有些好处 也有助于帮助血液 怎么样 凝脂吗 让它打开点道路 让它运行开来 有朋友也会产生疑问 说到臂症啊 都有疼痛 刚才我说 行臂啊 着臂啊 痛臂啊 都有疼痛 说为什么 以韩为主导的 那个痛臂 疼这么严重呢 也就是说 它这个疼 是怎么产生的呢 怎么产生的 在内经当中 对这个问题 也专门有解释 在苏文的 举通论当中 有这样一段话 叫做什么呢 经脉流行不止 环周不休 寒气入京而极持 气而不行 可于脉外则血少 可于脉中则气不通 故 促然而痛 也就是说 在正常的时候啊 人经脉当中的气血啊 就像我们河流 大地上的河流一样 是怎么样 是周流不休的 是往各处都去的 把这个气血啊 带到各个地方 来营养我们人体 当有含血 侵犯经脉以后 这个气血呢 流动那么畅吗 不畅了 所以它称作什么呢 叫气而不行吗 也就是说 它有凝制了 凝制以后呢 第一产生的作用 是凝制了 就组织了 它就不走了 所以可以怎么样呢 影响周围 产生疼痛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不通则痛 另外呢 由于它的凝制 造成什么呀 血流啊 气流啊 过去的量 就少了 少了就引起啊 下一边的地方 受不到这种营养 受不到营养以后呢 也会产生疼痛 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称作叫做 不容则痛 不管是不通则痛 还是不容则痛 但是总之 是以疼痛为主的 所以内经一再提 叫做什么呀 痛者寒气多也 有寒不通也 所以疼痛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什么呀 就是寒 寒邪的侵袭 所带来的寒病 往往伴随着剧痛 而其对身体各个部位和器官 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么对于寒病 所带来的疾病 我们应该如何辨别 又该遵循哪些治疗的原则呢 所以谈到这个B呀 人们就会想到什么呀 风湿啊 风湿性关节炎呀 刚才我说了 包括一些痛风啊 一些骨性关节炎呀 等等 就想到这些 这些症状 实际上这个观点 不是特别正确 因为内经当中所说的B 包括我们说啊 说宿论专门有一篇专论 就是B论 他所讲的这个B 包括范围是很大的 他从哪个角度来谈这个B呢 是从病机的角度来去谈这个B 什么叫B B者 所以在内经当中讲 所谓的B 不单单是指我们肢体B 也就是腰腿疼痛 不单单是指 而且还有脏腹壁 也是属于B的范围 你比如在这里我给举一例子 比如说心B 也就是胸B 这个B 实际上就包含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心脏的病变 我们都知道啊 说你看看啊 朱姆拉玛峰 特别高 特别雄伟 但是朱姆拉玛峰上面的那些山峰 冰雪覆盖吧 化不化呀 不化 常年是那些冰雪 年就不化 为什么不化呀 那是因为他那温度太低呀 那么低的温度 所以使那些冰雪他化不了 那你再想想啊 我们人体心脏是在我们人体的上边 是居于阳位 心脏是属于阳的 他要干嘛呢 他要煮雪脉 他要进行怎么样 去蹦雪 让那个雪呀怎么样呢 在全身周流起来 所以他要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因此我们讲心是属火的嘛 如果说心一旦被寒血侵袭以后 他这个雪蹦不出去 煮雪脉 雪流动不了 类似于像什么呀 像朱姆拉玛峰上面那个常年的冰雪似的了 那你看看 我们人还能活吗 这个心脏功能还能正常吗 那么心脏功能不能正常了 恐怕就成为了什么了 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心壁 或者是什么呀 是胸壁 那就危险了 所以你看心脏病的病人 那是非常危险的 有的人呀 胸痛 憋闷 脸色沙白 有的是什么呀 有的是前胸带着后背 哎怎么样呢 都疼得非常厉害 而且呢 心脏病的病人 尤其像这些心梗的病人 得了这个病以后 有点贫死的那种恐惧感 面色苍白 四肢怎么样 发凉 那么对于这些病 中医就要怎么去考虑 寒血侵犯了吗 胸阳 心阳不震了 它衰弱了吗 这个时候就应该用一些药物 去去除寒血 要振奋你的心阳 温通你的心脉 这样才能够进行治疗 张中景呢 也有一张方子 就是什么呀 瓜楼 蟹白 白酒 用这样的方法 来去进行治疗 你看那个蟹白 这边也就是散寒 怎么样呢 通阳 瓜楼呢 也是去寒 去谈 这样的药物 而且呢 这个时候 你能喝酒的 还搁点酒 那个酒本身就是心温的呀 它就可以有振奋心阳的 这么种作用 那么我们还可以加一点什么呀 像一些桂枝这类的药物 如果心气不足了 你还可以加点什么呀 生卖爷 说 党神呀 卖冬啊 五位子 鼓舞鼓舞心气 来治疗这种什么呀 心脏有病变的人 当然我们说了啊 如果是心脏确实不太好 有疾病 经常发生胸闷 胸疼 这样症状的 我还是建议到医院 去找大夫 去好好的看一下 去治疗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谈了 这个寒煮凝脂的 这么一个特点 以及呢 它对我们人体 带来的种种的危害 那么针对寒邪的 这一个特点 我刚才实际上 也提到了 说在中医 用什么方法去治呢 中医就要考虑了 既然是寒嘛 寒所对应的 竟应该是热 是温 所以内经当中 也有这样的治则 叫做寒者温治 用这样的治疗方法 去进行治疗 当然 这个时候 你要辨清楚 到底它是外寒 外寒就应该散了吗 还是内寒 那内寒就是什么呀 我们主阳的脏腑 阳气的功能下降了 就会产生内寒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温阳 去补义 这些主阳的脏腑 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一上来 阳气一充胜 也就可以把寒 被去掉了 好 那么我们下一集呢 再谈一谈 寒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寒主收饮 今天就谈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